很多人一直都有一个错觉,简单的以为二战之后,美国政府发了大财,所以美国才能制霸全世界,其实不然。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政府在二战前后的债务状况。 1940年,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只有450亿美元,但是仅仅5年之后,也就是1945年,二战取得胜利之时,美国的国债就已经飙升到了3000亿美元。 随后美国更是参加了朝鲜战争,发动了越南战争,还当上了世界警察,庞大的军费支出让美国政府苦不堪言,债务越拉越大,到了1980年,美国的国债已经飙升到了9351亿,但是美国人一点也不慌,因为美国的GDP增速也很快,强劲而有力。 华尔街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融老大,全世界对他都很放心,这一点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政府的负债能力,也相当于是给了美国政府一种特权。 在GDP增速持续稳定高走的情况下,美国政府可以无限制提高他的债务上限。 说白了,美国政府可以无限制让美联储印钞,然后发行国债,向全世界输出通胀,俗称超能力。 但是这种超能力也有两个前提,第一,美国的GDP增速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,不允许出现颓势。 第二,虽然能够无限制提高债务上限,但美国政府也要尽可能节约开支,否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。 但是从里根政府开始,美国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,财政赤字成为了常态,里根增加了1.9万亿美债,老布什增加了1.5万亿,克林顿增加了1.6万亿,小布什增加了4.3万亿,奥巴马增加了9.5万亿,特朗普在位四年就增加了7.6万亿,拜登才当政了一年,3.5万亿就花出去了。 很显然,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节约开支,反而一届比一届能花钱,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年的斗争越来越离谱,完全不为国家着想,更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,开始疯狂鄙视谁在借债上能够更不负责任,更不要脸,更能给下一届政府留下天大的难题。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,奥巴马花了9.5万亿,特朗普上任了会说,哦,那关我什么事,那是民主党花的,是上一届政府花的,你们要去找奥巴马算账。 拜登上任了又会说,特朗普花了7.6万亿,造成了美国大通胀,那是共和党做的孽,上一届政府的责任,和我拜登没有关系,你们去找特朗普说理去吧。 新冠疫情在美国闹得那么凶,80万美国人因此丧生,美联储一顿疯狂印钞,致使美国政府一度濒临债务违约,关门大极的风险。 可美国的富人们呢,大商人特朗普,大企业家拜登,他们的财富最少都增值了10%以上,苦的只有美国的底层民众,和负债累累的美国政府,这正常吗?显然很不正常,在上层建筑,已经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, 美国的GDP增速也没能够保住。先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,引发了全球的金融海啸,逼得美国直接加印了上万亿美元,来拯救市场,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美元放水,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,对美元的购买力和稳定性,失去信心。 关键时刻,是中国出手增持了2000亿美债,这才稳定了美元指数,帮助全世界平息了这次金融风暴。 为了消化这2000亿美债,我国也加印了4万亿人民币,并且加大了基建的投资力度,房地产行业进入了黄金十年,大部分的资金都流了进来,所以2008年买房的人,真的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。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,2008年,是中国把美国从次贷危机的深渊中拉了出来,拯救了美国的同时,也促成了自己的崛起,美国本应该和中国携手走进新时代,共同致力于全球经济的发展,这样才能够稳住自身的GDP,可他们偏偏没有,不但没有,还在恢复元气之后,和中国针锋相对。 远的我就不说了,董王当政时期,又是制裁华为,又是针对TikTok,还列出了几十家要制裁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公司的名单,在疫情期间,各种拉仇恨,把本就脆弱的全球产业链,给搞得一塌糊涂。 不但中国不好受,全世界连带着美国的经济,都让搞得一片低沉,美国的GDP增速自然也变得一片拉跨。 虽然在2021年12月15日,美国一次性将政府的债务上限提高了2.5亿美元,致使债务上限的总额达到了31.4万亿美元,解决了2022年一整年的问题。 可是大家别忘了,美国现在的债务已经达到了28.9万亿,距离上限仅剩不到1.5万亿,虽然1.5万亿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个天文数字,但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简直太不够用了。 毕竟拜登光是提一个基建法案,就要花上1.3万亿,那还有公务员的工资呢?还有庞大的军费支出呢?所以怎么算怎么不够用? 回顾一下美国债务违约的历史,我们就会发现,因为债务上限的问题,卡特政府曾经5次关门,里根政府曾经8次背后关门。 2011年的奥巴马政府,因为政府债务上限在政府关门前的最后一天通过,导致目的和汇语,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3A下调至AA加。 请注意,这就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要倒闭是一样的道理,因为它是有限责任公司,所以它倒闭了就倒闭了,不必偿还所有的债务,所以真正揪心的永远是办理了这家公司业务的人们。 巧了,美国政府作为美国唯一的政府级有限公司,全国人民的信用卡和它都有关系,它要是倒闭了,或者说信用评级不够,没有办法从美联储那里拿到钱,那么受苦受累的,永远就只有全体美国人民。 毕竟这是一个没了信用卡就活不下去的群体,而且是一个人人持枪的群体,你说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? 而且,一旦美债危机爆发,美国的股票价格和抵押贷款利率就会上升,企业将很难筹集到他们需要的现金以自主日常运营,最终经济将会受到动摇。 不出意外的话,几周过后,美国将会失去数百万个工作岗位,失业率将会回到接近两位数的水平,全国的财富将会缩水大约15万亿美元,相当于整个美股的三分之一的价值,接下来就会引发全世界的金融海啸。 所有和美元深度绑定的国家都会经历一次比2008年更为惨烈的经济危机,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,欧亚各国都在加紧去美元化,毕竟这一次中国就算加持两万亿美债,也救不了这个病入膏肓的老头子了,强行加持反而会导致我们自己的经济崩溃。 所以就让美国自生自灭去吧。 好了,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,喜欢的话请点一个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